花燒的功能确实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但文波才决定它能不能用的长久 与其推功能不如把电源本身打磨干净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底气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一颗能自己说话的充电器 Anker Nano 型号为A121D 它号称全球最小的45W氮化家 还塞进了一块屏幕 能适时显示电压电流和功率 听起来很聪明 但是评显会不会拖垮效率 小体积下的发热又能控制到哪一步 Anker宣称它能稳压能高效能全功率输出 可真相永远藏在数据里 今天我们用实测来看看这颗聪明的Nalo 到底是工程突破还是营销奇迹 喜欢我这种硬核特赛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手机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看外观 Anker Nalo系列蓝白风格的盒子 这些图案全是一些充电器和数据线 背面一张贴纸贴着规格信息 纸盒的开封方式 也跟苹果一样的采用的是拉条 打开以后非常的环保 充电器放在这一个纸质的卡座里面 充电器的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私下充电器上面的保护膜 保护膜上面写有触控使用的方式 单击亮屏 翻页 互动 双击切换模式 三级翻转屏幕 长按2秒 吸屏 正面磨砂质感的外壳 加上灰色的塑料点缀 屏幕区域为黑色的塑料进行覆盖 折叠插角 也是这一个充电器的特色的一个设计 可以折叠收纳起来 可以竖着插入插座里面 也可以横着放到排插里面 这个怎么使用自己选择 两个凸起的设计以便于充电器放在排插上面的时候 充电器本体更加的稳固 整个充电头连包装盒重量97.3克 单充电头重量73.3克 充电头这边的宽度是35毫米 这边列为少一毫米 34高度为40毫米 插角直放的话高度为56毫米 插头平放的话高度为50毫米 我们把充电头接入排插 就会显示一个卡通的头像 它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画效果 这个还是非常有创意的 我们把充电头接入充电设备 它就会显示功率输出的界面 点击一下显示温度界面 再点击一下就是充电模式的一个界面 再点一下回到功率显示界面 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精致外观 然后我们就进入实测部分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安客Nano充电器45W单C口 型号A121D 输入100-240V全球电压 输出5V3A 9V3A 15V3A 25V2.25A 最高功率45W 安客创新科技 室内使用 海拔小于2000米地区使用 寝物认像垃圾桶 非热带地区使用 3C认证 循环10年 这个循环10年是代表10年内 不会有有毒物质泄出 双路绝缘 产品的SN码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现在接着来看一下 这一个安客Mini的45W充电器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这就是检测出来的 这个充电头所支持的快充协议 有高通QC3.0 5V 9V 12V 3.6V 12V 华为FCP的18W功率 华为SCP的22W功率 三星AFC也是18W功率 PD 3.0 45W 固定档位只有4个 PBS档位有两个 都是3A的 大家注意一下 没有固定档的12V PD档位 DCP F2.4 两个基础协议 充电头的兼容性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项目 我们马上来进行测试一下 首先是米家的设备 显示快速充电 启动了PBS快充 正式功率可以跑到24W左右 充电头的显示屏 也是显示的245W 我用的是一根6A的短线 我们用这部荣耀60来测试一下 华为的兼容性 显示的是超级快充 正式功率可以跑到18W左右 充电头本身也是显示的 18W左右的功率 这个显示的精度还算是可以的 这部手机是Vivo蓝厂的设备 iQOO NU9 S Pro家 可以显示Vivo的散充标识 启动的是PBS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1W左右 这部手机为Oppo的新款的A5 Pro 可以启动PBS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6W的样子 这个功率也算是可以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充电器是没有融合快充的 Oppo的老款 还有一家手机 还有Vivo的老款 这个充电的功率就不会很高 这部为三星的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启动快充2.0 启动的是超快充电2.0 功率在25W左右 这个功率算是可以的 新款三星的话功率会更高一点 还有就是荣耀手机 我们就不用测试了 因为前面SCP鞋键走得非常的好 189W 前面的兼容性测试 大家都看到了 Oppo这款A5 Pro 它的功率是走的最高的 有26W左右 我们实际的充电数据采集 就要看它的表现了 看它实际对手机充电 它的充电曲线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采集这一部A5 Pro 还有这一部苹果16 Plus的 实际充电曲线 实际充电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手机的电量 我们开始充电 采集数据 这部Oppo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26W的功率一共持续了 18分钟 然后降到20W的功率 充了大概13分钟左右 然后再降到18W的功率 后面又是逐渐逐渐的上升功率 充到90% 然后它又逐渐的下降功率 整个充电过程 从7%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1小时23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情况 最高温度没有超过50摄氏度 49.5摄氏度 我估计中间有两次降功率的情况 就是充电器自己在调节温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27摄氏度 这部16 Plus还有13个电 我们马上进行充电 这个苹果手机已经充了81个电脑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开始的时候28W功率 持续了6分钟时间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降到20W 充了几分钟 后面又降到17W 充了大概10分钟左右 再降到15W 再降到9W 这就是苹果的分阶段的充电模式 但是这个充电曲线图的话 走得不够标准 这个手机从13%充到80% 一共花了50分钟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为43摄氏度 温度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给手机充电的话 表现还是很温热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最严苛的功率测试 15V 45W 25V 45W 两个45W的档位 我们全部都做一遍烤机测试 第一次 25V 45W功率烤机 大家看充电曲线图 一小时十分钟 非常的平稳 真实功率是44.6W的功率在输出 温度平稳了 我才停下来 最高的温度是在56摄氏度 这是温度采集线采出来的温度 咱们用热像仪来测试了两次 第一次是半小时的时候采集的温度 表面温度为60摄氏度 第二次为一小时的时候 表面温度为65摄氏度 这就是45W 25档位的烤机情况 这次是15V 散开45W的功率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还是运行的一小时十分钟左右 温度的话稳定了 我才停下来 非常的稳定的45W 真实功率是44W的功率输出 温度采集线 采到的温度最高的时候是58摄氏度 最后的时候我用热像仪 又采集了一下温度 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 还是在65摄氏度 这个充电器 真正的拿出了安科的水平 这个温度控制确实还是可以的 转换效率及文波测试 就是真实的反映 这一个充电器内部电路设计的 真实水平了 我们先测转换效率 首先是110V工况的时候 这个充电器它是带屏幕的 细屏的时候 它的待机功耗大约是 0.1W左右 屏幕亮起的时候 它的待机功耗约为1W 5V3A 45W功率 110V输出18W 这边直流输出 是5.2W 则算转换效率84% 9V3A 27W功率 110V输出30W 这边直流输出26.4W 则算转换效率88% 15V3A 45W功率 110V输出49.7W 这边直流输出44.4W 则算转换效率89% 20V2.25A 也是45W功率 110V输出49.7W 这边直流输出44.8W 则算转换效率90% 现在是220V50Hz的状态 充电器亮屏 带机功耗约为1.1W 锡屏的带机功耗约为0.14W 15W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18.4W 这边直流输出45.2W 则算转换效率83% 27W功率 220V输出30.2W 这边直流输出26.4W 则算转换效率87% 45W功率 15V等位 220V输出49.3W 这边直流输出44.4W 则算转换效率90% 25V档位45W功率 220V输出49.3W 这边直流输出44.8W 则算转换效率91% 现在的充电器 什么功能一个比一个滑梢 比如这一个 频显 什么户籍充电 给iPhone充电还可以显示电量 这些听起来确实是高大上 也就是产品的一个卖点而已 可是真正到了商店的那一刻 最说明问题其实就是 纹波干不干净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安克 45W充电器的纹波来做一个测试 5V档位 最高功率45W 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29.8MV 平均纹波118MV左右 9V档位最高功率27W 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05.5MV 平均纹波98.2MV左右 45V档位45W功率 纹波最高的时候111.6MV 平均纹波98.3MV左右 25V档位也是45W功率 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06.3MV 平均纹波90.6MV左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测试纹波1MV的实际分辨率 这个波形的话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其他的博主测试纹波都是20微秒 我把它打到20微秒大家看一下 纹波虽然看得很清楚 但是这个纹波最大值直接降到了7-80MV 这就是我测试纹波的比其他博主高的原因 我们要看这个波形波动大不大 所以我测试纹波只用1毫秒 花烧的功能确实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但纹波才决定它能不能用的长久 与其推功能不如把电源本身打磨干净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底气 这一颗Anker Nano 45W 从测试结果来看 它在性能与稳定之间不拼数字 而拼的是底线 协议试骗面在45W级别兼容度都很不错了 华为能跑22.5W Obo Vivo小米都能握手PBS 33W 三星快充2.0也能全程正常 这意味着它在协议识别的细节上 工程师下了一点功夫 性能层面 它的45W PD输出能力确实是非常强 20V 15V两档都能稳定满功率 预行一小时以上不降额 在这45W小体级充电器里面 它是非常稀有的表现 温控策略表现也很稳 最高的满载外壳温度65摄氏度 说明内部的淡化夹功率管 与主控协同非常的到位 还有就是效率 ACDCDC两极转换效率 能维持最高90到91的高效输出 这说明这个充电器 不是靠单一芯片对参数 而是一整套电源架构的优化 当然它也并非完美 在PBS实际充电下仍有功率压制 这应该是为了体验上做的取舍 最后就是粉丝们最关心的文波 受制于体积 它的文波最高130毫升以内 但关键点在于波形非常干净 一毫秒实际下 文波的曲线几乎没有波动 跟苹果的40W表现几乎是一致的 这意味着数值不低 但干净平稳 不会对电池造成十字性障碍 所以如果你要问这颗45W值不值 对于追求轻量化 稳定度 协议全面的用户 在45W级别 它还是值得入手的 哪怕是你想要45W满血 极限输出 毫无妥协的玩家 它也是45W这个级别里面 相当稀少的存在 平显 只是它的面子 电路功底 才是它的理智 而这颗小小的Nano 为什么能做到这种控制精度 这种效率 下期拆解片 我们把它的屏 把它的管 把它的主控 一并掀开 看看这颗安克45W Nano的聪明 到底藏在哪里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会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迪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 和鼓励 由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